在道教有一个很神奇的改运的仪式 把人的头发 指甲跟几滴血 统统集中起来 放在瓮里面 找到一个风水宝地 把它埋起来 这个过程叫做众生机 相传 这种神奇的道教众生机的仪式 是始于秦始皇 但是众生机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比方讲 我们刚讲到了头发 指甲跟几滴血 放在瓮里面 不能乱摆的 要是摆到了这个阴地的话 那恐怕要糟糕了 甚至也不能设立所谓的墓碑 否则别说感应 可能还会连累到自己 生机只有这些活人的坟墓 你把活人的这个DNA的东西 放在死人堆里面 这个时候错了 一群人跟着法师来到偏僻山区 他们要做什么 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一座隐身在山区的神像 为什么要特地跑来深山祭拜土地公 原来他们正准备进行道教大法当中的 一项神秘改元仪式叫做众生机 找一个好的时辰 而且要有一个好的地理 埋在一个好的地方之后 这个磁场的感应自然会把好的 这一个运气灌输到这一个 我们活的人身上 相传相信地理风雪的人 也很相信龙穴众生机的民族 因此很多政商名流 私下都会请法师做这种感应仪式 自古王公贵族和现在很多财团 他们都会运用这条龙脉宝水 来做他的手段 做他的健康 据说这种仪式神秘又低调 在台湾非常少见 我们透过特殊管道 要带您揭开众生机的神秘面纱 众生机就是说把这个活人身上的东西 就是指甲跟所谓的血 因为这个指甲头发 它代表的是气 血代表是脸 刚刚讲头发指甲血液 是由它的DNA存在 就是它的基因密码存在 其实它就是一个基因 跟地理磁场的科技工程 法师点灯 念咒 敬翁 紧跟在法师身边的 就是这一位要改运的信徒温先生 他说早年在大陆经商 没想到风俗民情不同 在陌生的城市吃尽不少苦头 因为在大陆受了很多的麻烦 然后也是生意也是很惨 生意做得很惨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个家庭 各方面身体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无奈又无助 温先生想不透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人生面临重大挫败 他诚心求助神佛帮忙 祈求家庭和乐 也给他一条往前走的动力 不但是对自己有帮助 然后对于这所谓的血缘关系的 上一代的父母 或者是下一代的子女 都会有直接的帮助 或许是给自己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几年前温先生利用龙穴 重生机改运 没想到接下来的改变 让他大感惊喜 父女的那个关系 都变得非常非常融洽 跟我太太之间 过去好像真的是 有一点心疼陌路了 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家庭 都好像挥入了这二十年前的 那个恋爱时期的 那种甜蜜的感觉了 相传众生机的过程 除了指甲 头发 衣服等等 透过法师念咒放进望里头之后 法师上书文请神明保佑 再依照个人的生成拔字 选一块宝地 等到良辰及时再埋进宝靴 摸摸摸 要来这边得到这个宝靴 要由江泰公做主 来叠这个地理 他启动所有无心界的这个佛家 护法神他就会给你佛家 像金刚附体 给你保护 像小人就没办法侵犯 然后气息的很强 万神的很灾 他身体好 输入王 整人多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仪式有经济 冰藏业或是看地理的 风水的 他们有听说这样的一个仪式嘛 所以他们其实都选择在墓地 照活人走 其实以我的研究那是不对的 他一定要在保税 而且在龙脉上 大地理就对了 有到地理的地方才有好人 活人的东西不能跟死人放在一起 尽管如此就是有人不信邪 风水师不会严厉 生机民众越来越多 为了占助好穴位和风水布局 不担心生机旁边一堆墓地影响运势 而有的民众造生机 在墓碑更是大方写上名字 祈求事业昌旺 赌赛哥赢大钱 长命富贵 家庭美满 考研究所成功 据说龙穴造生机 其实有历史背景 最早开始于秦始皇 后来历代皇帝只要一登基 就会开始选风水宝穴 大兴土木盖陵墓 希望借由风水的加持 立应国运昌龙 不过庙方主席透露 道家大法龙穴改运 主要传承于江子崖 江子崖在道教地位无庸置疑 据说在唐朝 江太公被列为最高的神尊 而笃姓道教的罗姓家族 从早期就开始祭拜江子崖 但怎么会选在偏远山区 设立以江太公为组成的道场 据说正是经过江太公指点 而且他自己还会找心中 懂得道教或是民俗学的人都知道 其实神威显赫 就是神尊他自己找人 我们马来西亚一群人来 因为他们说是受到 这个三太子托梦指点 包括很多中南部的这些欧巴桑 他们一早就来拜拜 然后捐个香油钱 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他说是我们这个王母牛牛 我们这个带牙鸡店 要来吃 拜拜 所以无形界他自己去找信仲 来贪心会来拜拜 这个是很玄 真的是神威显赫吗 非家人的午后天空飘着细雨 小小道场内涌入满满人潮 原来他们都是来拜江太公 手拿清香 诚挚地对着神明表达感谢之意 信徒邱小姐说 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她真的无助到 自觉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身心状况已经无法去学校了 以前的感觉是运气很不顺的时候 你怎么做 我就觉得到处在碰病 然后带孩子会呆到觉得 好像没有明天的感觉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因为孩子身心发展不同于一般小孩 邱小姐坦言照顾得非常辛苦 但是不能放弃 因为那是自己的宝贝 无助的妈妈 最后是靠着神明的牵引 找到正向的动力 孩子身心状况也慢慢进步 慢慢改善 你会觉得孩子各方面都在碰壁 然后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 孩子根本无法去面对外面的社会 那现在好像就是各方面慢慢的顺 就感觉是有很多的贵人在帮忙我们 不但救助众生 甚至把一位信徒 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她在家务病房 她就真的说 我们江太公带了很多兵马来看她 有个贵妇她有一天自己开车 来到我们庙门口 一看 这么小 不敢进去 结果呢 后来她开到一半又回头 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她 你应该要来这边拜 因为她求助了世界各国之后的名医 她晚上都没办法睡觉 然后求助了很多的 无形罪的神灵都没有用 结果她竟然点青天灯之后 从此一叫到天明 就是可以安无地睡觉 神仙 传说江太公在民间代表的是一种 长寿的信仰 他活到139岁无疾而终 尽管在封神榜当中 他无法封神 但因为主宰封神 被尊为百神之神 后代百姓也觉得 江子衙是伐宙的第一大功臣 就万民于水火之间 就算封神榜上无名 依旧把他当成神明祭拜 再來 而他流傳下來的兵法 道家思想 以及各種不可思議的傳說 不但影響後世各個朝代的軍師 傳說中的七星燈 續命大法 更是流傳至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